心上不会痛 心上不会痛 我看那个水啊 哇 水流啊 很急啊 水流很急啊 那个是人没造成的 人没造成的 人没造成的 它都通过人的解制 改造一个 把那个有点烂起来 有点血水 血起来 为了发电 光造成的神社是巨大的 然后 气候环境也变了 所以现在要 要解决这些问题 好像很容易松开一点 是啊 卡了一大便一个 现在一股气啊 气流 慢慢慢慢从这里出来 然后一直卡着 卡完这工程 上下大发就是个卡物质工程 然后再到一卡 那边一卡 就把气候条件变化了 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 就会看到灾难很多 这都是人们接下来灾难的造成 接下来要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会看到好多灾难的人 人为造成 现在不怕它解决的话 未来还得永久持续下去 现在把它去一点点清理了 以后 后面就顺畅了 但人的理念还没到这个 倒了水库继续修 实际后面都要把它清理了 水库 水电 就是发电不允计高 水库也不允计高 水库的目的 目的就藏起来嘛 藏在那边一大年塌了以后 就卸下了现在一大片 是这么一个情况 很多的灾户就是来自于水库 库嘛 就是储存的意思嘛 倉库嘛 而倉库的水怎么来调控啊 就人往里面赶嘛 把水尖在里面嘛 一下大雨的时候 没地方抢了 派人就把它认出来 本来一下雨的时候 周边水位也高了 它水位更高 把它认出来的肯定有烟了嘛 是这档子的事情 人家说的水利工程 水利工程是一个水开工程 实际上是整个一个招牌 什么水利部什么之类的 未来是不允计在承担的是水利部 不允计搞这边搞健身 那边搞批诊 是不允计搞这些 这才对 好 知道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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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